在东京奥运会的征途中 全红衬、张佳琪、陈玉希、管晨晨和杨倩 这些零名后选手 均向全世界展示出了中国新生代运动员的风采 当全红衬以多个满分动作夺得跳水金牌之后 他瞬间成为了国人们热议的焦点 关于他的每一个话题都能瞬间冲上热搜 与全红衬一样 管晨晨也是一名零名后选手 这位年轻的实力小将 同样有着王者风范 管晨晨在东京奥运会体操女子平衡目决赛中 以14.633分的成绩碾压其他选手斩获金牌 从此一战成名 在本届全运会的平衡目决赛中 管晨晨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 他出现了严重失误 掉下了气线 最终只排名第五位 未能拿到金牌 从此关于他的争议声不绝于耳 不过最令人揪心的是 管晨晨在生日当天依然被骂 原因则是他发布了一个跳舞作品 虽说这个跳舞作品 收获了数以百万计的点赞 可是依然有不少网友 用巴黎你别去了 你这状态还怎么参加巴黎奥运会 你教练知道吗 这样的言论来嘲讽管晨晨 对此 管晨晨也是霸气回复 教练就在旁边 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纪 有着自己的热爱和兴趣 居然成了网友眼中的不务正业 相信看过奥运会的每个人 都对管晨晨在奥运会体操比赛中的 精彩表现印象深刻 动作行云流水 优美至极 这个冠军的荣耀 是管晨晨历经百战 日日训练所得 奥运冠军走下领奖台 除了奥运冠军的身份 她也是父母的宝贝女儿 是云云众生中的普通一员 是对生活满满期待与热爱的少女 奥运夺冠只是管晨晨成名的开始 真正让她火遍大江南北的 是她在比赛中的一个经典动作戴鼠摇 那么到底什么是戴鼠摇 最开始的视频是一个戴鼠站在草原上 仰头摇自己的双爪 这一幕被网友拍到 并上传到网络上 从此以后戴鼠摇迅速火遍全网 恰巧赶上东京奥运会 大家惊喜地发现 管晨晨的其中一组动作 和戴鼠摇极其相似 网友们都夸其可爱 管晨晨也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管晨晨在赛后接受采访时表示 之前看了一个舞蹈 觉得这个舞蹈很好看 然后教练就把这个动作加进去了 也不是因为最近戴鼠摇火了 才叫做戴鼠摇 这个舞蹈动作本身并没有名字的 这个动作是我在2018年就有了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叫戴鼠摇 总之 管晨晨的戴鼠摇就是火了 管晨晨从小就爱好广泛 在她被体操吸引之前 就已经学过拉丁舞 跆拳道 偶然的一次 隔着电视与体操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时她6岁 6岁对于学习体操的孩子来说 管晨晨的条件显然晚了点 没有优势 因为7岁就要开始正式参加比赛了 当时的管晨晨心里有多迫切 从她对启蒙老师说的话 就可以感觉得到 小小的她对启蒙教练承诺 自己一定会认真练 让老师放心 她一定会赶上其他小朋友的 教练看她身体平衡性和柔软度都还不错 就答应她留下来试试 管晨晨不仅身体条件好 身上还有一股韧劲 在体校学习期间 她全力奔赴 从不懈怠 教练布置20个一组的动作 她会主动加到25个 掉木 掉干都是常有的事 但她都坚持下来了 在父母的眼里 管晨晨懂事又孝顺 在教练眼中 她是一个意志力极强 又有点调皮的孩子 内心很强大 在队友眼中 她是个古灵精怪的小吸睛 爱跳爱闹爱玩 7岁被武汉体育学院 选中为体操苗子 8岁输送到浙江省体操队培养 期间她多次参加过省 国家级体操比赛 共获得金牌10枚 银牌8枚 铜牌5枚 2014年被国家体育总局 评定为国家一级运动员 这位十几岁的小将 终于在东京奥运会 体操女子平衡目决赛中 击败了美国选手拜尔斯等 众多世界顶级体操名将 为自己也为国家争得荣誉 期待这位小将在明年亚运会 再创佳季